各位,我們今天來講的是材料力學的第二張軸向複合構建 那這一張主要是概數了 結構材料在不同在荷下的變性行為 並引入了基本的力學概念 軸向複在構建的長度變化 探討著像在荷下的材料變形行為 並引入普克定律來計算因粒和因粒 重點在於理解彈性模組對材料長度的變化影響 那有一些公式請你們記一下 那P等於K K等於E除上F 那一方四樓等於EAPL 好,這樣 那接下來來講的是 非均勻條件下的長度變化 那材料在不同頁面或材料不均勻的行動下 長度變化不一致 包含分段負載的音粒音片分析 進不定結構 考論進不定結構 這些結構無法僅依照經濟學方程求解 必須考慮材料變形條件 採用超定結 超進定結法 包括兼顧材料剛性和變形的方程 來 接下來 熱效應、錯位和預音變 溫度變化會導致材料的熱膨脹或是收縮 進而產生硬力和硬變 介紹了預音變和安裝錯位如何影響系統中的硬力豐富 來 傾斜結尾的硬力 探討在不同頁面上的硬力分布 並考慮硬力分解 墨爾圓的應用來分析平面硬力的問題 應變難 材料在變形過程中組分的難料稱為應變難 討論了應變得的計算方法 基於 彈性變形的管理 那這邊公式 U等於 W等於 平方L 平方L 來 那接下來 衝擊賽赫 研究材料在短暫衝擊力下的反應 特別是由衝擊引擎的硬力波傳播 所重於衝擊能量與材料韌性之間的關係 重複賽赫和疲勞 介紹材料在反覆賽赫下的行為 特別是疲勞破壞的過程 包含疲勞受密和毅力浮的計算方式 硬力集中 分析結重中的硬力集中性像 獨在動口、切口等 結合變化處的硬力集中 然後使用硬力集中因素 來練化其對結構強度的影響 那非線性行為是 材料在超出彈性範圍時 表現出非線性行為 包括塑性變形 探討非線性應力應變關係 及其對結構設計的影響 那彈塑性變形就是 彈塑性分析就是 材料在經歷彈性 盤塑性變形的實力行為 討論塑性區域的硬力分佈 以及如何應用 彈塑性理論進行結構分析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